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卷开头的经文就是十番显见的第三番 这个课判呢叫做 见甚深变 而惯何之间无改 前见性 一向不生不灭 太虚大师这个课判呢 就是这一张经文的提纲 把经文的内容的大纲啊 就在这几个字里面已经完全表达出来 在论元经开头 七番破处之后 就是十番显见 重要的经文 十番显见前面 在第一卷的后端 已经说过两番 这个前面 这个前面两番当中 第一 借盲 有心 而登童年 直直见性 是心昏远 那一章第一 显见是心啊 是借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 盲 眼睛看不到的人 他的眼睛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能用心去见 他有心 有心就能见 不一定要 那个眼睛 所以俊王有心啊 盲人没有眼 但是他有心 而登童年 因为这个看黑暗啊 盲人所看到的黑暗 跟这个正常眼睛的人 住在暗室里面见到的黑暗 是相同的 那么住在暗室正常人 如果没有三光 看到的也是黑洞洞的 那么灯光一现了 就能看得清楚了 所以这个灯光 好像正常好的眼睛 所以叫做借盲有心 而灯童年 这个灯好像好的眼睛 能能建设 能显现前面的色情 那么因此最后直直见性 视心 分眼 经文里面能见的见性 视心 不是眼睛 因为眼睛啊 纵然是瞎掉了 只要有心 它照样有见的作用 这是第一番 叫做显见是心 显是能见的 不是眼睛 而是这个心理作用 这是第一番 第二番 借客不住 而成窑洞 献宴见性 常住无洞 第二番 是说明这个见的本性 见性呢 是不洞的 见性不洞 无洞就是不洞 那么要怎么样的显示 这个见性不洞呢 借主跟客 主人 理设了主人 客 旅客 旅客是常动的 来来往往的 主人是不动的 用客 比烦恼 用主 比见性当体 陈摇动 陈对虚空讲 虚空中的陈 陈是在动 但是虚空是不动的 用虚空 比见性 陈 比众生的烦恼 那么这是显示 见性本来就是不动的 如主 如空 之见性 这个在第一卷的 后端 已经说过 那么现在这个第三番呢 它是要说明这个见性 是本来不生不灭的 这个身体有三面 可是见性本来没有三面 而它这个科判叫做 而它这个科判叫做 而观何之见无改 弦见性 弦见性一向不生不灭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这个科判 现在不必解释 等到这一张经文 第三 弦见不灭的 这个经文说完了 这个科判就明白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经文 大科 小的科判 可以参考 欧益大师的文句 欧益的请法 他没有说出言辞来 所以叫做秘密的 在内心在请求 然后啊 波斯利王 说出这个请求的文字来 所以是利王是显示 把这个话说出来 向佛请求 我们先说的这个 欧益的密情的文字 经文说 儿时 欧益几乎大众 闻佛试毁 身心泰然 念无死来 失却本心 望任原成 分别隐私 今日开悟啊 如是如而 父义 慈母 合掌 礼佛 愿文如来显出 身心 真望 虚实 现前 生灭 已不生灭 二发明心 这是欧益几者的 秘密 内心的请求 儿时 就是前面第一卷 佛的 贼辈的 我这个话 说完的时候 欧益净哲 经过前面 这一卷经文的开始啊 并且当时的听众们 以欧益同类的 还没有断烦恼的 这个大幸凡夫 这些大众 听过前面 佛的开示 文佛 文佛 试回 试是开示 回是教诲 听到前面 七番破处 那么 知道 那个原因 不是他的心 那么 在文句里面 他解释说 前文符合 原影 灰心 前面听到佛的 何止 知道这个原因呢 不是自己的心 真正的心 不是那个原因 这个看前面 第一卷的经文 佛 问欧益的话 可以明白 我们不妨啊 从佛来再吻惜一次 当时佛 竖取成头 问欧益 你看到吗 欧益说 我看到了 那你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佛呀 举起手笔了 把手指去 让来 成为一个拳头 而有光明 所以叫做光明拳 这个光明 要我的心目 我看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 佛再问说 你将谁见呢 意思是说 你用什么来看 可是欧益不了解 这个意思 他说 我与大众同将眼见 太浅了 如果 这个话 大众都是用眼睛看 佛何必问你啊 主要是问 你是用什么来看 不是问你用眼看 眼看大家都知道 所以欧益的当法 完全跟佛的意思啊 没有办法配合 不得已 佛再对欧益说 你现在耽误我 如来去之为光明拳 要你的心目 那你目可见呢 你和微信当我全腰啊 只好把它分开 你认为 眼睛能看 那你用什么来做你的心 来看到我的拳头 有光明照耀 欧南大夫说 如来现今真心所在啊 而我已经推崇寻足 尽能推者我将为心 他把原因当心就在这里 能推 实际上是所推的 是影子 他认为是他能推 这是错误的 所以佛大声 或者他说多 我呢 此非你心 这个不是你的心 这是一下子把他的 这个妄想心啊 把他破除掉 所以这个时候欧南呢 他害怕了 跳起来 合掌问佛说 这个不是我的心 那叫做什么呢 佛大夫说 此时虔诚希望向强 获你的真性 有你无事至于今生 认贼为子 是你原常 故受轮转 指出他的原因不是心 所以这一段我的解释啊 宋朝的温灵 这一团禅师的 这个愣眼睛要节 有一个明对 他说 金权举出 直下要是本名 佛的金权举起来 金权举起来的时候 你当下就要认识 你自己的本名 本有的智慧光明 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佛的金权举起来 你应当就要认到你本有的 本来面目 本有的本名 可是呢 欧南没有做到 完全违背佛的用意 所以下面一句说 成相未除啊 人就认贼为子 成老的现象完全没有除掉 完全还在妄想性 成相未除 因为成相未除 人就认贼为子 所以佛的解释说 有你无实至于今生 认贼为子 成相未除 人就认贼为子 这是明记 从温灵的要节出来以后 凡是所有的诸言啊 可以说 这一个明对 统统都照抄 而且一直抄到现在 没有一部诸解不抄的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古人有一个明句啊 流传万事 很了不起的 这个明句 就是显示欧南啊 他完全以凡夫心情 来听佛的说法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 经过佛的何止 知道那是缘影啊 不是能追 而是所推 是个六成的 所缘的沉浸的影子 把它当作心 根本是错误了 这是佛的第一番开始啊 使他彻底明白 缘影不是心的这个意思 这是佛的开示 佛的教会 第二番 经过前面两番的说明 这个显见的道理 第一番的显见 是心 第二番的显见 不动 经过这两番的说明之后啊 他已经了解 有一个真性存在 自己有一个真如自性存在 但是他这个真如自性知道有了 从来一向不知道有真心 到了今天 知道有真心了 虽然知道有真心 他还没有完全踏实 不过他听过认识自己有真心之后啊 心地非常开朗了 很高兴 所以经文说 身心 太然 太 安泰 心里很安定 很欢喜 很自在 所以欧南这个时候 经过前面的开示之后啊 身体 跟心里 完全是很安泰的情况之下 很自然 那么也就是说 他得到真正的乏喜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内心里想 念无始来 是缺本心啊 无始 一向 从有这个世神 有这个精神到现在 多生多结流转到现在 无始 这个原始 找不到 一向就是如此啊 失却本心 本心就是本有的真如自信的真心 人人本有的佛性 这过去一向就有 因为没有认到 好像失掉了 所以叫做 无始以来啊 在三界六道 轮回流传 就好像把自己的真心 失掉了 丢掉了 失掉真心 还不要紧 而认这个妄想 当真心 所以经文说 妄认 原成 分别隐私 这就是 原眼心 虚妄认 着自己 能原成 尽的 那个妄心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认到这个妄心 在哪里分别前面的沉浸 啊 影 就是沉影啊 啊 第六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眼睛 闭起来 你心里一想 刚才看到什么 清清楚楚 那就是所原的沉浸的影子啊 在地马欧拉耶识里面啊 好像照相机一样 照起来 这个影子的思想 嗯 本来是妄想 不是实的 现在把它当真 这个所谓 认贼为子了 把贼子当做儿子 嗯 所以一想 没有认到真心 反而以妄当真 把妄想心 当做真心 是严重的错误 到了今天 听到佛的开诗啊 今日开悟 开悟 听到前面两番的说法 他已经开悟了 应当要知道 欧难的开悟啊 只是悟到自己有真心 悟到自己有真心 但是这个真心 跟妄心的差别的地方 嗯 他究竟是 一时二 还有很多问题存在 不能了解 所以单靠前面 两番的说法 他只知道 有一个真心 自信 见性不灭的 这个道理 见性不动的 这个意义 有一点明白 但是他还没有彻底 不过这已经使他呀 所得到的 数量相当之大了 所以他下面有个比方 前面文法的 欢喜的情况 如是如儿 呼一辞母 好像小孩呀 影儿 还在吃奶的 那么失掉 他的母亲 没有奶吃了 这个影儿 忽然间 他的慈悲的母亲 现前了 让他有个依靠 也不至于 哀悠 现在他开悟的情况 就像这个 施鲁的影儿 遇到慈母 这是一种比方 慈母 比佛 比较如是 杨摩尼佛的说法 鲁 指法位 佛所说的法位 就是前面所说的法 那么现在他得到这个法位 得到法喜的满足 知道自己有真心 现在他心里很高兴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 一方面要感谢佛 一方面他还要请法 因为还有许多地方 不能得到真正了解 所以经文说 和掌礼佛 来到佛前 无体投地 拜下去 那礼拜之后啊 心里在想 我希望佛在 接受开示活 因为愿文如来 显出 这个丹音号里面呢 就显示他要问的 主要的目标 这个身体 这个心理作用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旺 这个心理作用的真旺 要怎么样子分别 哪一个是虚 希望 哪一个是实 实在的真心 那么在现前 所受用的 这个心理作用 当时啊 哪一个是有生灭的 哪一个是不生灭的 生灭与不生灭 所以他需要了解的 这个身心当中 真跟旺 虚跟实 现前这个心地 哪一个是生灭 哪一个不生灭 这两种啊 都希望佛 来细细的帮我解释 使我能够了解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 在文句里面的解释啊 他分得很清楚 他说 我还不了解 这个身心当中 缘何是真 如何是旺 就在这个身心上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旺 何则是虚 何则是实 何一个是虚万不实的 何一个是实在的 何则是现前生灭 何则是现前不生灭 何一个是现前的生灭法 哪一个是现前的不生灭法 我还是不了解 那么现在真跟旺 不能完全分开 旺的当体就是真 真的当体不离旺 所以再进一步 要求了解说 何故全真是旺 真的当体 在我们繁星上看起来 完全都是虚万不实的东西 全实是虚 实在的 在我们繁星都是虚的 全不生灭 是生灭 本来不生不灭之法 在我们繁星看到的都是生灭法 这些都希望佛来加以发挥 使我了解 这些真旺虚实等等的道理 如果没有佛的说法 我还是没办法彻底了解 所以这个道理 还要经过后边八番的经文 来加以分析 还要经过四科 七大详细的辩明 一直到第三卷的经文说完了 七大元荣讲完之后 欧南才能够完全彻底开悟 那么必定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的说法 欧南才能够了悟这些道理 所以并不是前面两番了 他就真正就完全开悟了 不是完全开悟 只是知道有真心而已 以前不知道有真心 现在知道了 有人注解说 欧南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开悟了 那是他自己不了解 如果他已经开悟了 后边八番 不是浪费了 四科七大有何必说呢 所以他不是完全开悟 他所开悟的只是知道 有自己的真心 从来不知道有真心 到了这个时候 两番显见之后 才知道自己有真心 但是在这个身体上 生面不生面等等的分别 他还是不了解 所以最后一句话 叫做二发明性 二就是 常与无常 生面与不生面 真一望 虚与实 这是两种对待吧 哪一种是真是常做的 不生不灭的 哪一个是 不是常做的 是有生面的 这些道理 我都希望佛能为我 一一加一解释 这是叫做欧南的密情 欧南 他心里没有说出话来 心里密密的在请求 佛有他心通 欧南心里讲的 佛完全知道 所以他从来没有说出话来 佛也清楚他所求的是什么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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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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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